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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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拿出准备好的画纸 我们要布置海面上的场景 找出蓝色的卡纸 与白色的广告颜料 在不加水的前提下 使用水彩笔 干刷出白色的波浪或不规则的纹理 接着我们找出另外一张白色画纸 我们要画出滑水的阴姿 立式滑奖是一种无风就可以玩的水上运动 你可以站着玩或是趴着玩 踏板与脚绳是基本配备 当然还需要用来控制方向的滑奖 当然还需要用来控制方向的滑奖 它的主要名称为Stand Up Paddle 所以简称为SUP 这项活动的难度极低 连不会游泳的人都可以轻易上手喔 难怪在短短的几年中成为最活的海上活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迈克老师稍微帮大家总结一下 构出立式滑奖的基本配备 冲浪板 帅气的你 滑奖 保护安全的脚绳 救生衣 或是泳帽 都是你可以表达的装备喔 那个脚可以让它弯曲啊 会不会我之前不是有讲说像个歌一样 再往前再往前 对 好 然后折起来 对 好那前面也是啊 它半蹲 这样重心比较低 不然它就会掉到水里面去 好 接下来给它一个超大的滑板 挺远 挺远你知道为什么 玩SUP要绑脚绳吗 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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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歡在海上玩沙灘球 游泳 仰飄 這些海上風光 都展現了台灣自然之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 這個我們改成不同的泳褲 可以調穩 調穩的泳褲啊 好像富士山哦 呵呵 變成富士山 好 那我們再畫一顆沙灘球看看 這個西瓜長這個樣子 西瓜是不是波浪的直調穩 對啊 這樣會比較 等一下塗成綠色的話 它就有點像那種 沙灘球 西瓜的沙灘球 好 那這樣我們再多一隻大隻的海鷗 我說海鷗怎麼畫 大M對不對 這樣就有大中小 很好 為了讓畫面看得更清楚一些 請找出奇異筆工具 將鉛筆線條再描繪一次 第四滑獎結合運動與休閒 吸引著愛好者在安全的海域 享受滑獎樂趣 現在也有專門為兒童或是寵物打造的 SUP 是不是非常的酷呢 找出彩灰工具 幫主體塗上你喜歡的顏色吧 請訪 discomfort 請問多一隻小匙 炙神 然後帶一點不同的花樣 然後嘴巴可以塗紅啦 比較有金色 就是這一個 這一塊你可以塗橘色 給它類似色 找出我們剛剛繪製的海面作品 現在我們要使用絲畫技巧 絲出大約10公分寬度的不規則長條 緊接著把這些長條用膠水 拼湊在另外一張背景紙上 然後這一塊 我們讓它在最下面 那我們等一下就貼囉 OK嗎 不能貼平平的 因為這個海浪是往上捲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貼看看 哇 這樣子海浪是不是非常酷呢 現在找出剪刀跟繪製的人物配件 使用剪刀 將剛才的配件剪下來 老實習慣多預留一些白編 這樣可以避免不小心剪斷的重要構圖 也可以讓作品看起來更大喔 然後 如果覺得紙太大張啊 可以把紙稍微分兩半 這樣就比較好剪 我幫你分兩半好不好 剪好了之後 我們來拼湊看看 你可以使用膠水或是兩腳釘工具 把配件固定在海浪之中 把配件固定在海浪之中 這樣超酷的海上運動 SUP 就完成囉 你看這個它是可以躲在裡面 有的是可以塞在裡面 沾一點膠水塞進去 最後這個人我幫你用兩腳釘固定 OK嗎 那我們來塗膠水 先把兩張紙疊在一起 放下兩腳釘 再到後面的地方 使用兩腳釘的時候啊 家裡的爸爸媽媽一定要在身邊 這樣你才不會受傷 知道嗎 好 那接下來也來操作給大家看看 將兩張紙疊在一起 好 翻面過來 然後讓我們上來一點 小心的讓它劈腿 好 壓緊 好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成功 動一下你的主角 動一動你的主角 為什麼要這樣子轉它 這樣是不是很可愛 這樣它就感覺在乘風破浪 在海面上感受舒服的海風 SUP 逐漸成為台灣沿海最受歡迎的海上運動 它彰顯了台灣獨特的海洋魅力 看起來是不是超級好玩的呢 各位同學你學會了嗎 大家不妨也可以跑去問問爸爸媽媽 你覺得在海邊還有哪些好玩的活動呢 相信他們一定也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大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小巧思 多畫一些可愛的有趣的小配件 讓畫面看起來更加的豐富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算到這裡 如果你也是喜歡畫畫的小朋友 趕緊拿出畫筆來 加入我們的行列吧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課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